Hello 我是雅恩 那我今天要来做一个2024年手帐的总结 然后2025年的手帐会议 那我们开始吧 那2024年我主要用的手帐有这两个 第一个是我刚刚封面的这个Snooby的已经印刷好的手帐 另外一个是Bullet Journal 那我这个Snooby的手帐 其实我用的还蛮顺手的 那他的格式就是一开始是这样子 呃月份他月份都集中在一起 然后那个周一周祭祀都集中在一起这样子 所以他一开始会有所有的月份 然后后面就开始是这样子 这样子 像这样子的一个形式这样子 那其实用的是蛮顺手的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其实我 我其实也不会写很长的日记 然后每天大概就顺手写一句话 然后就是有点像总结那一天的感觉 所以其实这个空格对我来说是有一点大 然后上面这个框框其实是要给你 做一个像to do list的这种形式 但是我其实也没能用到这样子 所以我2024首帐的总结就是 呃要看优缺点的话 就是优点就是他的图案其实就已经印好很好看 然后每一年他都会出不同的一个图案这样子 那他使用的方法其实也蛮简单的 然后就是他其实有附这种贴纸这样子 用起来也很方便没有错 但是缺点我是觉得因为他是八分格的关系 那我是觉得那个空格太大了 因为我每天其实只有真的就只有写到一句这样子 然后那个后面这个memo的地方我其实都没什么用到 这样子就有点可惜 然后上面的那个to do list我也没有用到 那bollet journal的部分就是你可以自己画你想要的格式 然后如果你有买到不错的贴纸啊什么 你都可以把它贴上去这样子 那就是重点就是你可以客制化啦 然后再来就是缺点的话 其实就是这些格子你都是要自己花时间去画 然后因为我有两本手上的关系 所以我会两本记的东西都有一点相似这样子 那Snoopy那个我写的是更详细这样子 然后这本其实因为我到后来我发现我其实用的格子 不会很多 所以我后来就真的剩下shopping list 就是如果我有去全联还是什么买东西 我会记在这里 然后playlist就是我当月我听到一些觉得不错的歌 然后还有一个braindump就是简单的记事功能这样子 但是因为使用的频率真的不高 所以我在想说这本就是我Bullet Journal会不会就暂停使用这样子 那所以我2025年这样的我想要的功能其实是上面列了几个愿望这样子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有可爱的图案 那其实也不一定要Snoopy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些 一些日本的文具YouTuber的一些影片 然后发现其实时间走我可能会很适合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小本子是来记说我排班的上班排班的状况这样子 所以如果可以把那个时间走也丢进去的话也不错这样子 那我希望我不管是买一本还是两本来讲 我至少希望一周能够用一次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真的要写日记的空间不需要很大 所以我就是希望有适量的记事空间这样子 然后结论就是我查了几个看了几个影片 然后就是有几个选项这样子 那第一个那个Snoopy就是我跟今年用的差不多 但其实他有一个很调文式的 那到时候去到 因为我今年10月会有机会去日本 所以到时候希望就是可能到现场会再去选一下这样子 那所以以下这些都是我会在日本 不管是那个首创馆还是那个Loft 我都会去看看这样子 那第一个就是跟我现在用的差不多 但是我可能会换成就是横条文式的 那再来就是Marks这个有一个记事本 就是他是做比较方形的 然后这个形状我觉得蛮特别的 然后也想试试看这样子 然后他里面的感觉也很不错这样子 就是他记事空间没有那么大 但是他就是有一些能够活用的地方这样子 那再来两个都是Midori 一个是然后再来下面两个都是直视时间轴的手杖 第一个也是Midori的 他这个手杖是我也是在某一个YouTuber那里看到的 那感觉可以来用用看 然后另外一个是HighTie的也是直视手杖 B6 Slim的那种 好所以目前的候选大概就是这几个 这样子那可能到时候会选也许一到两个这样子来使用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那到时候真的选出来之后 我再来拍一个影片这样子 好就这样咯拜拜